别拿你女朋友的生命开玩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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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好 老实点 骗我 没有成心 小洋 谁让你们俩来的 你们这儿会害死乔飞 知道吗 家晓 你冷静一点 你不能被周南摆布 你仔细想一想 就算你把钱给周南了 他一定能放了乔飞吗 那怎么办 我不救吗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我就要救他 知道吗 没人说不救乔飞 你现在理智一点 我理智不了 他命都快没了 你让我怎么理智 不行 我要去找周南 你去哪儿找啊 你现在一定要冷静 只有冷静下来 才能救乔飞 我冷静不下来 喂 程家阳 你给我听好了 再不说程线 你就永远讲不到乔飞了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五百万 买你女朋友的病 说什么 家阳 他要五百万 五百万 我们能扔那么多钱 跟我去报警 不行 咱们现在不能报警 我们不能激怒他 他现在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他要钱 他就一定不会伤害乔飞的 我们上哪儿去 凑一天能凑五百万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这么大的瑞士 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怎么救他 我想周南一定会去 骆桑的葡萄园 他对那儿很熟 他要钱不就是为了 跟斯敏德先生谈合作吗 谁啊 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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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担心乔飞 但是我们必须报警 你一个人 不要让我看到其他人 再不受诚信 我就把乔飞推下山 周南 你冷静一点 我现在就一个人 没有其他人 你不要伤害乔飞 我把钱给你带过来了 是山平台 北面中间的那个山坡 好 记住 你一个人 不要再让我看到 你们有多卑鄙 欺费 你 小飞 加油 太好了 我来了 别过来 我来了 别过来 你 别过来 把小飞放了 根本就不相信你 把钱扔过来 你哪里有五百万啊 赢到五十万 程佳阳 你们机械人 怎么真不知道究实啊 文道答应我要投资红酒了 我投资了 他不求钱 还得我全部身家全部投进去了 你别走 这是他 你欺了我造假 你妈 包了我的红酒生意全部卷走了 卑鄙 无耻俱伪 你们就是看不得我周南好 看不得我周南过是幸福美满的生活 你娶不到文晓华 我娶到了 因为我周南优秀啊 周南 你冷静一点 以前小包对你多好 你是知道的 你们东南 你别忘了 你还对他使我家暴 你以为我愿意吗 他妈坑了我 你让我输多少我愿意 咱们跟耍都不一样 周南 你发生任何事情 你为什么不看到自己的问题呢 我也什么问题啊 我是被你们害的 我没有失败 我也失败过 但是我还是得面对啊 我得自己去承担他 你先把刀放下 我会想办法把钱给你的 钱呢 我现在就要借到钱 五百万 有五百万我就可以动身对起 你不够钱是吗 我现在就还可以 周南 变动 你绑架我好吗 你绑架了我问我妈提要钱 她一定会给你的 我 好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不过这回 我可要一千万 你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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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居然敢报警 还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谴责我 你们更加努力 我现在就把你们全部摔下去 让你们粉身碎光 没事吧 绝对 加油 小心 放手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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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那天我跟你说我答应跟你分手 我以为咱们俩就可以这么结束了 但是当我这样 当我接到周南的电话 我知道你被绑架了 我完全失控 在雪山上 我看你也站在悬崖上 当时我愿意为你去死 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的 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 在爱的路上 最大的过错是错过 以前我不是真的明白这句话 直到那天 在悬崖上 我看到你 我才真的害怕了 我不是害怕其他的 我是真的不想再错过你了 我不想再错过跟你一起翻译 一起开心地哈哈大笑 甚至错过 以后我们有可能一起生儿育女 一起度过每一天开心的日子 是吗 加油 我真的不想跟你再有任何的错过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再错过幸福和美好 我现在也明白 人都是自私的 但只有爱 可以让人真正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只有爱 才能让人变得宽容 只有爱 才能让人觉得不能只有自己 但是现在我哥这个样子我心里特别不安 我必须得等他醒来 我才能开始自己的幸福 我明白 我明白 我陪你一起等好吗 我相信家明一定会醒过来的 我相信家明一定会醒过来的 以后所有的日子 我们都在一起 好吗 好